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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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第三小节我们要介绍比例控制的原理 在这时间当中呢 我们要探讨比例控制器对 我们受控体的不同的状态 首先讨论一阶受控体 那一阶受控体呢 可以分成两种形态 第一种是Type0的系统 Type0系统 Gx等于P1 所以呢把受控体放入我的方块图之后 前面放一个Kp的 增益就是P控制器 可以得到 开回路的转移函数 Gx等于 Kp1 B回路转移函数得到 等于 E加上Kp 乘上Kp1 首先 探讨 上述系统 是不接输入情况下的文态误差 根据公式会得到 ExS等于 1加Kp分之1 所以可以得到 Kp越大的时候 文态误差越小 那接下来 探讨 如果反应速度越快 文态误差越小 但是除非 Kp是小于无限大 否则呢 永远都有文态误差存在 因为Kp是个有限数字 所以文态误差一定存在的 第二个情况 是Type1的系统 GS假设为 X分之1 所以前面放一个Kp的 比例控制器 所以开回路转移函数 等于X分之KS B回路等于 X加Kp分之Kp 对于没有 加比例控制器的系统而言 根据稳态误差的公式 可得到 ExS等于0 也就是说 在没有比例控制器的情况下 系统已经没有文态误差了 所以 加入比例控制器 并没有改变受控体的形态 所以也是 结论就是没有文态误差 我们看一下它的极点 极点P 会等于-Kp 所以得知到 当我Kp越大的时候 极点会越来越远 代表反应速度越快 所以结论是 在这样的系统下 障碍响应 Kp越大 则系统反应速度越快 由上面讨论可以得到 比例控制器对 一介绍控体的影响如下 第一个 Kp越大 系统的反应速度越快 第二个 若原始系统 有文态误差存在 则Kp越大 文态误差越小 若原始系统 没有文态误差存在 则Kp 对文态误差没有影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二阶措控体的影响 分为三种 分别为Type0 Type1 跟Type2 我们先看Type0的系统 它的转移函数是 S平方加上A1S加A0分之B0 前面乘上我们的Kp的控制器 可以得到转移函数GS 跟MS MS是我们避回路转移函数 S平方加上A1S加上A0加上Kp乘上K0分之 KpK0 那针对Type0的系统 又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 时数根 根轨区如下图所示 第二种 为时数根 但是重根 如图所示 第三种 是共二负数根 根轨区如图所示 由这个图形我们可以得知到 Kp越大的时候 稳态误差越小 那接下来呢 由B回路转移函数来讨论 散态响应 令A1等于两倍可视OmN A0加上Kp乘以B0 会等于OmN的平方 由于A1 A0跟B0是受控体系数 所以为定值 从二届系统特计来看 OmN越大 则系统反应就越快 可视的大小 除了反应 与反应速度有关之外 且会造成 系统反应过度 可视越小时 则反应速度变快 但是会有 较大的超越量 由此可见 Kp越大 则系统反应速度变快 但是超越量增加 同时 稳态误差变小 第二个好例 TypeY的系统 GS等于S乘上 S加P1分之P1 一样的 前面加入比例控制器 把以上系统 绘制它的更轨期 如图所示 它的开回路 的转移函数 GS 跟B回路转移函数 MS MS等于 S平方 加上P1S 加上Kp1 分之Kp1 对于没有加比例控制器 的系统而言 根据稳态误差的公式可知 ESS等于0 也就是在 没有加比例控制的情况下 系统已经没有稳态误差了 所以加入比例控制器 并没有影响改变到 控制系统的形态 也就是 没有改善它的稳态误差 这个系统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Kp越大的时候 系统反应速度越快 操力量会越大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种 形态二的受控体 GS等于S平方分之1 它前面加入一个 比例控制器Kp 这是它更轨期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 开回路转移函数 跟B回路转移函数 MS等于 S平方加Kp分之Kp 当我输入讯号是 不接讯号UST的时候 系统会产生震荡 而震荡频率是由Kp来决定的 Kp越大 则震荡频率越高 由上面的讨论 我可以看出 比例控制器 对二接受控体的影响 若比例控制器 使用的恰当的话 则一 站在响应方面 Kp越大 则系统反应就越快 但是当Kp 带到某个程度之后 会产生overshoot 就是有超越量 第二个 不接响应的稳态方面 若原始系统 就有稳态误差存在的话 Kp越大 则稳态误差越小 若是原来系统 已经没有稳态误差的话 Kp对稳态误差没有影响 在这小节 而且我们针对 比例控制器 在一阶系统 跟二阶系统 进行分析的实验 可以得知到 Kp 可以改善我的 站态的响应 同时呢 也可以改善我的稳态误差 让稳态误差越来越小 请不吝点赞